由果凍來介紹OpenStack OpenStack一直都是最近很夯的技術 而果凍本身又是對技術研究非常透徹的人 那所以希望今天大家可以冷靜下來 好好的聽果凍今天要講的東西 那我們謝謝果凍 喂喂 我今天要講的東西是 就是簡單介紹一下OpenStack 跟還有我TraceOpenStackCode的一些技巧 然後我現在是任職於銀管科技 然後就是寫Python 還有開發一些像OpenStack的相關的一些程式 然後第三個是我的就是算是介紹 然後第四個連結 第二個連結是我的部落格 然後最後一個連結的話 是我寫的一個程式 就是幫助我TracePythonCode的一個小程式 我後面會提到 那OpenStack是什麼東西呢 它是可以幫助你建立一個自己的雲端系統 然後也可以是公有雲或是私有雲 然後OpenStack的提供的API都是REST API 然後下面的一次一個圖就是 OpenStackCode它比較像是一個 算是一個平裝車 然後像它是可以 像你 它 MALEN的系統的話 你可以用I-SCSI跟LVM去兜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技術 像虛擬化系統的話 你可以用KVM或是用 X1N這種東西去做到虛擬化的一些技術 如果你想要試用OpenStack的話 你可以去往一個叫TriStack的網站 然後這個是你要用Facebook的 你要用Facebook才能登錄 然後你就可以去看到就是 OpenStack現在的一些狀況 你也可以去做一些適用 不過你申請的時候 你可能 無法馬上就是開通 可能會等個一兩個禮拜之後才開通這樣好 那 DivStack的話是讓你建議一個 OpenStack那個開發環境用的一個套件 然後基本上 我通常我都是在Ubuntu下面跑這個 然後如果你想跑這個的話 最少設定的話 是你要設定這些東西 這樣子的話它就可以 Walk了 那OpenStack裡面 它有很多個Component 然後我 然後像Keystone的話 它是負責認證跟 Service Catalog 它 Keystone 基本上它除了管認證之外 它還會去像是 有點像是 服務列表 就是提供一個 就是說 像你想要 問Nova的話 它會告訴你 Nova的Server是跑在哪一台機器上面 所以它實際上它是一個元件裡面 做了兩件事情 一個是認證 一個是 算是 服務清單 然後Nova的話 它是一個 跑VM的一個元件 然後Glass的話 是一個 提供 Image的一些 Image Service的 服務 新的的話 它是提供一個 Block Storage的 服務 Service的話 它是提供 Audio Storage的 服務 然後Ution的話 它是提供網路 然後Ution的話 基本上我比較少 接觸 那 剛剛提到很多 Storage的服務 那些Storage服務 到之間有什麼差別呢 像Glass的話 它是不是提供Image 那Image可以放在哪裡 它可以放在S3的上面 也可以放在Suite上面 也可以放在File System裡面 那新的的話 它就是提供一個空間 讓Instance做儲存的 那Suite的話 就是 像是可以儲存Glass的一些 Image 或者是儲存一些 Account的一些資訊 那左邊的那張圖是 那個示意說 當一個Instance 要建議一個Instance的時候 從ButterfamImage的話 它會做哪些事情 它首先會從Glass那邊 複製一份Image 到ComputeNode的 LocalGisk 之後如果使用者 有需要掛載Marlane的話 它才會再從Marlane那邊 去要一個Marlane的空間 所以實際上Glass提供的Image 是直接就是讓ComputeNode 直接下載到本機的硬碟去了 那OpenStack裡面 也還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有趣的專案 像 Gear Trouble的話 就是一個Database as Service的一些專案 然後它就是提供一些API讓你 它是希望可以讓你就是可能 呼叫一個API就建立一個Database出來 那當然那個Database 可能是Mycical 或是Postgreed的話 就是看那個 你Background之類的怎麼設計的 然後第二個專案的話 就是讓你建立Hadoop 卡在OpenStack上面 不過我沒有玩過 下面那兩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就是 跟寫程式比較有關係的 因為我是Arggy 所以基本上我對於 跟寫程式有關的東西比較有興趣 然後第三個TaskerFall的話 基本上就是 讓你寫程式 就是當你寫一段程式碼的時候 你可以說 如果這段程式碼失敗的時候 會執行什麼REMART的動作 就有點像Seql的Translation的樣子 那 最後一個是Message 的話是 OpenStack裡面溝通的話 它 常用的一個Library 然後它基本上是Based on AMQP 這個Message 的寫程 那 OpenStack它會有用到很多 一些common的一些Library 像Seql Academy的話就是 就是 Database的ORM系統 然後 第二個的話它是 Config是 那個OpenStack裡面 它自己 自己開發的Config 設定檔 然後PASS的話就是一個 用來寫作 Web API的 Web API的 Race API的 一個 Framework 那 ISO 8601 那個是 用來處理日期的一些Library 然後 那 GreenLate 跟InventLate的話 基本上 那兩個是 算是 就是 讓你做平行化的一個Library 然後我後面會Key到 然後Loud的話就是 基本上就是 幫助你做一些URL 對應到Code的一些 動作 然後 然後 Web API的話就是 好像是 包裝那個 sgi的 request 跟Response 一個Library Sys的話是 二轉三的Library 那這個 OpenStack的 執行序Model的話是 叫一個 GreenSuiteModel 那 要解釋這個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 Python的執行序Model 那Python 他的執行序Model的話 就是 最左邊的那一個 你們的最左邊 然後 如果你寫程式的時候 你開了M個執行序的話 那 對應到作業系統的話 實際上也是一樣 M個Kernel的執行序 然後 Python因為有GIL的關係 所以實際上 雖然Kernel那邊 有M個執行序 可是永遠只有一個 會執行 然後 OpenStack的 SwingModel的話 基本上是 上面 雖然你開了M個執行序 可是對OS 而言實際上 它看到永遠 就只有一個執行序而已 它會這麼做的原因 就是因為 像原生的Python 你開了M個 結果永遠只有一個在執行 這樣子 不如就直接開一個 至於它怎麼做的話 就是 那兩個執行序的Library 做的 就是 InvenLater跟GreenLater 那有一種 有一種VM 這裡的VM是指那個 Language的VM 有一種VM的話 它是 你開M個執行序 可是 對應到Kernel的話 可能會對應到只有N個執行序 然後JVM好像是屬於這一類的 可是 就是 我無難得去考察 那這是 就是 OpenStag裡面 狀案的一些 目錄的一些關係 像你 假設你 紅色的是 Noma Noma 就是每個 Component 的 如果它是Keygon Service的話 都會有一個叫API的 API的程式 因為 因為OpenStag的服務 大部分都是 提供RES API 所以 會至少會有一支程式 是 叫做 XXX 寫 那個 EKL API 這個名字 然後 會 然後 它會 每個 專案的話 都會有對應到一個 PythonXXLibrary 然後這個 Library跟那個API的溝通的話 是透過 RES API 然後像 Hawelessen這個Dashboard的話 它 它想要使用 Noma的功能的話 它不會直接 呼叫 RES API 而是透過 那個Library 來做呼叫 那 Component裡面的 原件 的溝通的方式 有分 主要是有兩種 一種是透過 AMQP 就是 我剛剛有提到 那個MessageG 的Library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溝通方式是 是透過 RES API 然後 如果你 觀察過 如果你有 查過裡面的 SourceCode的話 你如果 看到API-PY 這個檔案的話 通常 它有兩種 一行 它一定都是一個 SGI的 Server 那它有可能會是 API 或者是一個 Controller API跟Controller之間的 差別是在於 真正做事情的 是不是它 像 Noma的 API Noma 算了 有點忘記了 然後 如果你看到 RPC API 然後又有 出現一個叫 Manager的API Manager.py 這兩個檔案 目前在同意的目錄下的話 表示他們 這兩個檔案是 對應的關係 然後 他們之間的溝通 是透過 LMQP在溝通的 下面就是一個 簡單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 它 像 這是一個 Noma的一個 原件 它的溝通方式 它是 首先 你發 REST API 到API.py 然後它會 用Python code 去call RPC API.py 裡面的東西 然後這個 這個檔案的話 它就會發 一個 Message 給Manager 然後Manager.py 的話 就會開始做一些事情 然後 這是 OpenStack 整個的架構圖 那 這是 Noma的架構圖 基本上就有 API 然後就一些 Cue Cue的話就是 為了傳Message用的 然後 Compute的話就是 實際上 跑VM的GIF 然後 Schedule的話就是 用來選 選 選那個 你這個 VM要在哪個機器上面跑 那 Nomark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原件 就是 Nomark 那 基本上它是 介於 Nomark 它的作用是 就是負責 負責溝通 那個 ComputeNode跟Database之間 的溝通 然後 會有這個東西的原因是在於 安全性 因為它是不想讓ComputeNode 可以直接 每個ComputeNode 都可以直接 跟Database去 連結 然後 這麼做的話 會有一個好處也是 會有一個好處是 可以方便更新 因為 你Compute 就不會去 直接讀取Database的話 這樣子的話 Database那邊 Schema改了 不會影響到Compute 然後它也會影響到 Performance 因為 因為 就是你像 MySeq 這個Database 發請求的話 它會被Block住 它會Block整個執行序 因為 我們剛剛講過 OpenStack的 ScreenModel的話 會 它是只有一個執行序 在執行的 而你 你發query到MySeq 的話 它會把那個執行序 給Block住 所以 如果你用 透過RES API 在溝通的話 因為 這樣的話 就可以避免 那個 組織進去 被Block住 的情形 然後 這是 這是建立 NOMA 如何建立一個 Instance的過程 然後你會發現 它 就是每個元件 要開始做事情 之前都會 像Kidsdome 問說 這個 Token 是否合法 因為時間有點來不及 所以我不會去詳細解釋這張圖 那 Componer之間的溝通 就是 我剛剛講過 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RES API 一種是 透過AMQP 像 RES API 的例子的話 像是 你從NOMA API 跟發訊息到Kidsdome API 的話 它就是透過RES API 或者是 原件之間的溝通 像你從 Galaxy API 到Galaxy 這個API的話 它 他們之間也是透過 RES API 在做溝通 那 透過AMQP的話 大部分就是 裝一個 Project 以下的 一個Componer 以下的 之間的溝通 像從 NOMA API 到 NOMA的Computer 然後 第二個的話 我是看圖 它有這樣子畫 可是 我看程式碼 我看不到 心得跟 NOMA之間有透過 AMQP的溝通 所以基本上 這個我不太確定 那 RES API的一個例子 就是 你可以去 看 如果 我這邊 就是有說 一個例子 只是你 要 發 request 到 requestry的話 它會首先是 找 reque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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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之後 再由 發請求到 API那邊 那 這個 這是 OpenState自己寫的 一個 message 的 然後 基本上 大部分 內部使用 就是 從 RPC 它的用法都是 RPC 到 server這邊 然後它有分兩種 一種叫 call 一種叫 cast 那 後來 為了 Cellameter的關係 後來又多了一個 notation的功能 然後 它 它 設備的話 是一個 workwork library 然後就是 讓你做 任務的時候 會方便很多 幾個簡單的例子 像如果你想 建立一個 VM 然後建立完VM之後 你需要 attach 一個VM 那你建立完VM 如果這個 這個步驟失敗的話 你 那你都必須要把 那個VM 給砍掉 如果你是建立 玩VM 你建立完VM之後 你要 attach VM的時候 attach失敗的話 那你應該把 之前建的VM 建的VM 砍掉 然後 之前建的VM 也砍掉 這樣子才能還原到 之前的狀態 這就是 taskflow的 作用 然後taskflow的話 基本上他有提供 讓你 你可以寫說 旅踹幾次之後 才算失敗 然後 失敗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動作 然後他基本上 他也可以提供說 你執行這些任務的時候 你要依序執行 或者是 就是 任意順序執行 或者是 有項數 就是 這兩個執行完之後 才會執行第三個 他都可以幫你做到這些功能 然後 你執行的話 就基本上是 看你要一個一個執行 或是 平行去執行 然後 這裡是一個 簡單的 範例程式 然後 這裡 就是講我 trace code的一些技巧 然後 trace code的技巧 基本上 首先你就是 你要看 document嘛 然後 像 openstack document 寫的有些 有些基板沒有很完整 就是 有時候 會變成 你要直接去看 code 才知道幹嘛 那 你要trace code的話 你 有一個技巧也是 看 database的schema 然後 你也可以去 從他的基本的一些資料結構 來 從 從一些細 從小基板 開始看到大基板去 然後 entry point的話 基本上就是 你就是找個 可以 找個進入點 然後去執行 然後看它發生什麼事 然後你就可以去 追蹤一些 程式的執行 那 測試 code的話 基本上你去看 function test code的話 因為 function test 基本上是 執行個 function 然後它裡面會呼叫一些 一些 function 來做一些事情 這是執行一個功能 然後它會呼叫很多 函式來做的事情 然後你會了解 哪些函式之間是有關係的 然後 gibug message 基本上 也是一個蠻有用的東西 然後 基本上openstack 像新的 gibug message 都做得很不錯 可是grace的話 它就沒做了 然後 基本資料結構的話 像如果你是想讀 jungle的程式的話 你可以從jungle的model下手 像如果你想看 python的子儀器的程式 原始sauce code的話 你可以從 像 就是整數這個物件 來做下手 像你要看 Glase的話 Glase它就有model 你可以從 看Glase的model去看 然後這個是一個 tool 然後是可以幫助你 畫出一些 UIML的tool 然後第二行的話 是說 只是一個簡單的意思 是說 你怎麼去 讓它畫出這個圖出來 然後 基本上你要讀程式碼的話 你可以從 由下往上去讀 你也可以由上往下 像我 由下往上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 藉由 印出traceback 然後來了解整個程式的 一些執行過程 或者是你可以用 debug去 來顯示traceback 像如果你想看 iPython的 就是怎麼去執行一個 程式的話 你可以 寫一個簡單的程式 就是 我這個程式就是 讓它把 traceback 就是traceback的stack 顯示出來 然後你就 讓它 ipython的程式去執行這個程式 然後它就會把 那個 ipython 執行到那個 function 之前的 traceback 的 traceback 都印出來 像 你就可以看到它 是 它執行程式碼的時候 是 執行程式碼的過程 因為我沒看過ipython的 執行程式碼的過程 這樣子就可以幫助你 就是有個 有程 然後知道 你可以從哪邊 開始去下手 然後由上 往下的話 這是 這是一個 我寫的一個小程式 然後 你可以從 我的Github去抓 然後它是 基本上就是 可以幫 幫助你 trace那個 程式如何去執行的 使用方法基本上就是 像這樣子 然後 註解那邊的話 就是幫你要 trace the call 然後執行出來的結果 可能會長這樣子 就是 就是你 我會告訴你 就是你 當呼叫 某個函數的時候 它傳進去的函數是什麼 然後它是 回傳值是什麼 然後 那個韓式之後 那個韓式又呼叫哪些韓式 我 開個例子給你們看 是 如果我用我的程式的話 它會產生這樣的輸出 然後你會知道 Test裡面它呼叫了Test1兩次 然後你想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 Test裡面它呼叫Test1 這邊呼叫Test1 然後它是回傳指是2 就自己看 有空的 就是有興趣的可以自己看一下 因為我時間不太夠 然後這是截圖 那你TestCode的話 基本上你 如果你想透過TestCode 去追蹤程式碼的話 看FunctionTest還是是一個蠻不錯的 Idea 然後這裡 我附了兩個連結是 OpenStack有兩個FunctionTest 然後你可以 看這兩個 就看這兩個東西去了解一些 像它怎麼 Create一個Flable 或是Create一個Valent 然後我今天講的東西 基本上就 OpenStack是如何建立一個私有餘 然後OpenStack之間的溝通方式 主要是透過Rest API跟Message 這個Library在做 Message 基本上是Based on AMQP 那追蹤程式碼技巧就是像你可以 就剛剛起了那些 然後我們公司 就是有在偵採 然後就是尋找OpenStack跟Python的愛好者 然後這是我的個人網站 然後你點這個連結進去的話 你會點到 你想要我的email的話 你可以點這個連結進去 然後你需要輸入認證碼 然後輸入認證碼之後 你就可以得到我的email 我只是不想收到熱熱的信而已 所以 就是用了一個比較迂回的方法 然後 就是謝謝大家 然後看有沒有什麼Winky 好像沒時間了 看有沒有人問Winky 請問一下你剛剛說 就是剛剛Conduct是Nova對寫 就是Nova Computer對寫 那個Database的一層模組 其他的Project有類似的東西嗎 目前我沒有看到 我只有看到多麼 因為Computer Node的話 基本上會有很多台機器 然後讓很多台機器 都可以讀取Database的話 實在太危險 只是一台機器被攻破的話 那那個Database隨時可能會被hiker幹掉之類的 可是如果你透過中間一層的話 它人做的事情就是API人做的事情 就不會讓整個Database都消失掉 對 然後因為 其他模組不像Compute Node 會有到很多台這種情形 所以基本上 其他模組我還沒看到類似有這種東西 請問大家還有問題嗎 那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謝謝國動今天的Talk 不過 謝謝 各位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